哈喽大家好我是大补帖小编 相信大家在今天这个台版的更新内容已经看到说 这个礼拜推出了一个新的文样 叫做格兰肯文样 但是这个影片呢不是要跟大家介绍格兰肯文样 因为我们之前已经介绍过了 你可以按右上角的这个资讯卡 去看一下格兰肯文样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 好那我们今天来讲的是 格兰肯文样它需要的这个注目点数 其实是比以往的这些文样还来的高 那官方选在这个时间直接跳过沙哈文样 来推出格兰肯文样 相信一定是有一些特殊的这个目的 好那至于是什么目的呢 我们也就不再去多加猜测了 我们先看一下以前的这个网页 这个画面上看到的这个内容呢 是台版推出伊瓦文样的时候的这个资料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次的强化次数需要的注目点数是20点 那第20次的时候呢是4万3千多点 好那我们现在来换成这个格兰肯文样 来格兰肯文样从第一阶开始就是30点 然后第20阶呢是6万5千多点 诶有增加的对不对 很明显的是有增加的 好那增加了多少呢 我们先看这张表 好那这张表格是小编把它整理出来 左边是伊瓦文样 右边的话是格兰肯的文样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从这个第一阶开始 你看到消耗点数原本是20嘛 伊瓦文样是20 那格兰肯的话呢 它就是30 好那所有的这个点数我们把它相除 消耗点数把它相除 会发现每一次的强化所需要的点数 都增加了150% 好从第一次到第24强化全部都增加了150% 好那这个表示什么意思 这个表示说你要投入1.5倍的这个成本 才能去做这些所谓的强化 那至于这些强化会不会有差呢 呃其实或许来讲有些人会觉得没有差 因为简单来讲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先来看一下左边的这个伊瓦 好伊瓦强化第8次的时候 累积消耗点数是5100点 好那这5100点如果对照到格兰肯的话 你会发现格兰肯只能强化到第7次 好两个是有差一点对不对 好格兰肯基本上你要上到第8次要7650点 所以5100点在格兰肯只能到第7次 好那这两个这两个会差很多嘛 有些人说差不多 好但是实际上呢可能差很多 因为你少了这一次 你可能就少了我们我们的文样有分 36912这样子嘛 后面这样每三阶是一个大阶嘛 每三次的这个大点是一个 每三次的小点就是一个大点 那你可能就少了这一次强化 然后就没有踩到那个大点 好那这个其实对对于这个冲文样的来说 是差非常非常多的好 好那这个格兰肯的文样点数多了这么多 那跳过的这个沙哈文样点数是多少呢 好我们现在切回来这个韩版 我们切来韩版看一下韩版的沙哈文样是在什么样的这个需求 来首先来看一下沙哈是这样子 绿色这个就是沙哈 以及台版这次跳过的 我们看一下台版强化三次 目前我要进入第四次强化了 所以需要160点 好那我们切回来这个伊娃 三次强化进入第四次强化 一样要160点 好那这个 好这个已经过了 来土文样一样也是 三次强化准备第四次强化 一样是160点 好那这个也可以看了 第四次强化 其实你把它除以二 它这个叫第五次嘛 你把它除以二就是上一次的点数 一样是160点 好 然后这边都是160 所以这四个就是水文样 然后这个火文样土文样跟沙哈文样 这四个都是一样的 好然后这一个呢 就不一样了 如果你要上到 像我现在要上到第三阶 我需要 我需要120点 那如果要到第四阶的时候呢 要240点 好 要240点 所以这个的话就差很多 如果我们以强化第20次来讲 一个是总共累积需要33.6万 另外一个呢 格兰肯呢要50万 两者大概差了16万左右 你说这个没有差吗 差很多 好 那它毕竟提供的是不同的这个点数啦 它提供的是这个减伤 好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格兰肯文样 到底提供什么样的这个魔力 好 让大家想说 诶 我们要去冲这个东西 那我这边也简单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让你知道说 诶 这个东西 你自己该不该冲 那提供给你来做参考 好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格兰肯文样的这个能力点数 这个是台版 橘子官方的这个数据 来我们看一下 到第三次强化的时候 强化阶段到第三阶的时候 就是 第一个大点的时候 它就开始增加 1%的减伤 好 大家注意一下 这边的减少伤害 伤害减少 这个就减伤嘛 是1%不是1 好 这个 那%数简单来讲就是 强者恒强 弱者呢恒弱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今天如果你的机体是很好的状况下的话 你增加这一% 加上去会加很多 但是如果你今天的机体是很弱的 你增加这一%其实只增加一点点而已 好 所以如果说 你要投资这个文样的话呢 建议你是在机体比较好的状况下 再去投资会有比较大的效益 那在这个之前你要可以做什么其他的努力呢 你可以去 呃 充等级 丢收集品 或者是去投资你的装备 来增加这个减伤 那些减伤都是很 很实实在在很扎扎实实的就是加那个减伤的数字 甚至你也可以去用这个所谓的神圣的 呃 这个精力盾牌完成了之后 再来 把这个钱 把你的资金 把你的资源投入到这个文样里面 你就会发现你的这个成长是非常的快速 那当然 以这个游戏来讲 有钱当然是可以拿到你想要的东西嘛 你要拿到金便金武都不是问题 只要你有钱都都不是问题 那假设如果你是小克或者是奈米克啊 维克玩家等等 反正你会刻一点小金 然后你想要去强化这个文样的话 要用什么最好的 来我们切会 切回这个韩版来看一下 这次台版跳过的 就是跳过这一个 也就是沙哈文样绿色的 那沙哈文样有什么特性呢 除了增加MP之外 除了增加MP之外 他会增加这个经验值的奖励 还有减少因海沙祝福的消耗 他当然也是跟着这个大点大点大点 再去做这个变更 所以这个文样 对于这个包月啊 练功啊 或者是一些内挂玩家 或者是小玩家来说 这个其实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如果今天你有在打架的话 你可以去考虑这个 这个叫做格兰肯文样 如果你只是要挂机 千万不要去先投资这个格兰肯文样 因为他既贵 有可能你又看不出这个效果 好那如果投资在沙哈文样的话 基本上 MP我们就不看了 这个见仁见智 基本上他在经验值的奖励 好然后在他的 因海沙祝福的监讨消耗 这个是你投资下去就马上看得到 好等级有了 这个装备有了 收集品有了 再来丢这个 会是效益最好的 那当然这个是我自己的这个看法 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好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 因为官方没有讲说这个点数 跟以往是不一样的 好很多人会以为是一模一样 但是事实上是有差 好只是我跟大家讲这件事情 那也提出我自己后面这些看法 来让大家去做一个参考 好如果你想要强化这个格兰肯武一样的话呢 记得小编刚才讲的 如果你觉得不错的话呢 那你可以照我的方式去做 那当然如果你有自己的想法想做的话 那就照你自己的意思吧 好这个影片 如果你觉得小编分析的还不错的话 可以帮小编按个订阅 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 那我们这个影片 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咯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来见 拜拜